现在平行教教是很重要的课程 福音官平家英语学医就针对国秀四年级别学生来进行平行教育 官邦学医上课的公设是集中进行联算五更四媒的教学 不过因为起检业情的关系来改造成功报名好好进行教学 这次也来到北辽区的教头国秀科处困好上课 也带来很豐富的政治关系库长才咱们做回来了解 平行教育是现在重要的课程 福音官平家英语行业就针对国秀四年级别进行平行教育 以往是有保密的学校都会到平家英语行业来进行五更四媒的教学 今年因为这些关系就改成到学校上课 这次是来到北辽区的教育和学校进行平家教育的课程 那如果报名录取就会到平革学院这边来进行五天四夜的平革体验营 这学期因为疫情的关系小朋友没办法到我们那边住宿 怕有群聚感染所以就变成我们到学校来服务 有研究指出就是四年级的小朋友是从他律到自律的这个过程 对比起高年级再去教我们觉得四年级会更适合 目前全台湾有五间平革营语行业 第一点是都室在平昌的地方 核林官平革营语行业主任任委门标识 会将对四年级的学生来推动平行教育 因为这年级会是关键期 学业主要是营语和平行乐队合作教育 因为它很关系外国老师都等于自己的国家 因此今年就没有多少老师 也将确定搜索 这次是对来人家的关系的确定内容 我们是品格英语学院 全台湾有五间外国老师他是德国人 有下一个行政命令说他们在国外的志工 要先回到他们国家了 像今天我们上的是人际沟通力 这是我们另外设计的 专门为到学校来上课的设计的新的教案 有一个理论叫做非暴力沟通 那我们课程就是由非暴力沟通 从来做延伸跟设计的观察感受需要跟请求 那这四节课就是依序教小朋友这四个步骤 考虎分号主任就会上标识 学校已经年轮七年 来跟品格英语和他来合作 因为学生上课后的欢迎都很好 所以每一年都会报名 希望透过品行够友 让小朋友没同样的课程 下申请运评可以以及具有器皿 但我们的孩子去了以后都非常地习惯 教我们那个生气时要怎么安慰自己的情绪 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帮助 就是正面情绪跟负面情绪 然后还有长颈鹿语言跟虎狼的语言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 不要生气时不要伤害自己 也不要伤害他人和其他的物品 现在越来越多学校 做到不一样的教育方式 尤其在特别安排肯定 让学生来学习 希望透过不一样的上课方式和理容 让学生学习不一样的东西 去家庭鬼祖才能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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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